大家好我是STAR FTX世界前男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在双息的时候忽然宣布倒闭 就代表说 所有用户存在平台里面的钱 全部拿不出来 导致很多的交易者 几年下来累积的财富 一夜之间就这样子没有了 那照理 交易所就好像是一个平台 你把货放在那边 在平台那边交易 然后平台赚那个交易费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生意来的 为什么会倒闭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FTX为什么会倒闭的来龙去脉 FTX的创办人Sam Bankman-Fright 出身于1992年美国资产福加利福尼亚 一般上他要称它为SBF 因为这是他推特账号的这个名字 他在2017年的时候 创立了Alamanda Research 其他公司主要是做加密货币的量化交易 量化交易简单来讲 就是输入一些指令 让交易程序跟着指令来操作 然后赚取交易的差价 这个在加密货币领域里面 很常见 做量化交易有多好赚呢 想当年2018年的时候 美国跟这个日本的比特币出现了差价 日本当时买卖比特币的价格 是比美国高出来一个10% 在那个时候 Alamanda利用这个差价赚的套利 买入美国的比特币去日本卖 卖了过后拿到钱了过后 又去买美国的比特币 几个星期下来就赚了2000万美金 在2019年的时候 SBF就成立了FTX 成立的6个月 Binance的创办人CZ 就以1亿美金20%股权的价格 投资了FTX 在2022年的时候 FTX再拿到一个9个亿的融资 其中投资者包括了著名的这个软银 Coinbase和Sequoia 这个时候 FTX就疯狂地在宣传 不断地花钱请明星打广告 宣传他们的平台很安全很方便 结果FTX真的就是越做越大 直接成为了这个币安的最大竞争对手 我相信CZ从来都没有想过 他投资的公司有点会成为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过后FTX为了扩张 在Dribalta申请营运执照 就需要做这个股东的背景调查 当时CZ是FTX的股东 法务部门发了很多次的邮件跟他拿资料 可是他都不是很配合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SBF就用20亿买回了CZ手上的股权 但是这笔20亿不是全部都是用现金来买 有一部分的钱他是用FDD 也就是FTX自己发行的交易货币来买 这个也为FTX过后发生的事情买下来隐患 那这当中在他成立交易所的时候 很多人就开始质疑他 成立的这两家公司存在着利益冲突 Alameda是靠交易赚钱的 今天在交易里面 资讯是最值钱的 大家都在怀疑 交易所可能会给Alameda一些 内部才看得到的一些资讯 或者是让Alameda优先执行 这样这个对于其他的交易者来说 就不公平 不过SBF一直以来都说 这两家公司是独立运营的 不存在利益冲突 那因为SBF的这个形象 大家都选择相信他 他在过去救济过很多要倒闭的 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项目 在大众的眼里 他就好像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慈善家 那事情的发生是在2022年11月2号 COINES发布了一个新闻 关于Alameda146亿的资产里面 有58亿是FTT的加密货币 如果一家普通的公司有那么多的FTT加密货币 其实没有问题的 但是就因为FTT是SBF的公司 FTX所发行的货币 那就有问题了 大家就开始怀疑 SBF自己是不是自己在做这个内金融 比如 FTX发行FTT过后 把FTT给Alameda 然后FTX自己推高FTT的价格 毕竟货币是他自己发行的 交易平台是他自己的 要操控价钱其实并不难 当FTT加密货币起了过后 Alameda就可以跟这个投资者 还是银行讲说 他透过交易赚钱了 整个资产增值了 投资者就看到他的资产多了 就相信说 如果借他钱 他也是有本事还的 就借他 他借了钱过后 就再去买更多的FTT 然后再推高 再赚钱 然后再借钱 一直重复的循环 那大致他开始担心说 Alameda有没有本事 还他80亿的这个债 因为Alameda手上的这个 FTT价值58亿 已经是市场上 领通的FTT的180% 意思是 他手上的这个FTT 比市场上 大家正在买卖的FTT还要多 今天如果 Alameda因为需要还钱 需要把这个手上的FTT拿出来卖的话 请问这个市场上 接得住吗 价格一定会崩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Alameda真的还了其他的债 再说 Alameda资产上的其他的加密货币 也是一样的情况 他持有的量超过了这个市场的交易量 如果真的要卖 会很难的变现 这个时候 Alameda的CEO Katolin就出来 必要 讲说 这个Balance Sheet不完整 说还有100亿的资产 没有反映在这个财务表里面 可是市场就不买账 FTT的用户就因为这个事情 而纷纷开始提款套现 那来了来了 事情的导卧先来了 还记得当年这个SBF 跟这个CG买走股权时支付的这个FTT吗 同一天 CG就在这个推特发布 他要卖掉他手中的这个FTT 他一发布这个资金过后 FTT的价格就大跌了 Alameda的CEO就在推特上跟CG说 如果你有意想要降低这个市场的波动 不如我直接用22块跟你买走 你手上了所有的这个FTT 那Katolin的这个做法是对的 这种就是属于私下交易 变成那批FTT就不会流通去市场 就不会对这个市场的价格造成影响 而且这个价格属于市场价很合情合理 CG如果自己把这样大批的货放到市场上去卖的话 肯定也卖不到这个价格了 照理 如果单从交易的利润的角度来看的话 直接卖给对方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 谁叫FTT是币安最大的竞争对手呢 CG就讲 不要 我们要在市场上直接卖 结果 FTT当天就大跌了30% 就越来越多人从这个FTX提款 去12个小时就有60亿的提款了 这个时候 FTX就遇到了现金流问题 就开始有人提不到款了 过后CG就发问说 FTX来找Binance求收购 他们就签这个 Non-Binding LI 就是一个简单的意向数 可以随时测的 就在大家猜测 Binance能不能成功收购 他的最大的竞争对手的时候 可是今天 Binance就宣布 经过禁止调查过后 确定不会对FTX进行收购了 过后FTX又被爆出说 FTX盗用客户的钱来做交易 虽然说大家都知道 FTX一定会偏邦Alameda Research 可是没有想到竟然会盗用光款 那 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没有道德的一下 你用你盗用客户的钱来交易 而且还透过信息差 去赢你的客户 赚原本属于你的客户可以赚到的钱 11号的时候就很多的客户开始投诉 拿不出钱了 这个也很正常 原本他们持有的FTD已经贬值得很厉害 已经没有钱来还给他们的客户了 同一天FTX正式宣布破产 SBF也辞职 事情到这边基本上已经尘埃落定了 那 发生这件事情过后 SBF有出来道歉和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了 这些是FTX宣布破产 用户在FTX里面的钱已经拿不出来了 讲太多也没有什么用 而且会导致破产最大的原因不是意外 是无人为的 就是他盗用客户的钱来做高风险交易 不然照理一个交易所 客户的钱和公司运营的钱是吗 是分开的 客户的钱是客户的钱 客户产生的交易费才是公司的钱 公司只可以多用这个钱 在这种情况下 就算公司导客户的钱照理也不受影响的 但是它就是 知法犯法才导致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这个平台的用户 他们的资产血本无归 我就在想 有什么东西是这些用户可以做的吗 或者是我们可以怎样避免成为 这类型的事件的受害者呢 那老实说 FTX宣布破产 平台的用户能做的东西不多 就是等 而且能拿回钱的可能性非常渺茫 因为 那个对方就是因为没有钱才宣布破产的 在他没有钱的情况下 我们又希望可以拿回这个钱 请问这个还你的钱是从谁的口袋里面出呢 这个我就想不到 那事情发生了 我们能做的不多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要 为雨与筹谋 先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有想过很多的方法 比如说 做好审核找Top3的公司 或者是找在美国有监管的 因为美国的监管最严格之类的这种审核的方式啦 但是这个FTX的平台 如果时光倒流回去三年前 我们用一个最严格的审核标准来判断能不能用这个平台的话 我觉得FTX还是会通过这个审核标准的 我们还是会用它 我们还是会成为这个受害者的 所以身为一个投资者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我们能做的真的是回到 分散投资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 比如把投资分散在不同的经济个体 分散在不同的资产 分散在不同的领域 分散在不同的投资平台 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结果 最后跟大家分享投资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投资理念 也是巴菲特经常说的 投资原则第一条就是不要亏钱 今天如果我们亏钱的话 要累积回那个财富就需要一段 很长很长的时间 所以记得 分散投资才是投资的网道 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就按赞给我知道 还有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看 避免它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